大家好 欢迎来到言论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周二的最新报告显示 由于新冠疫苗还有巨额的政府援助 将使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加速 并创下历史记录的高水平 这份报告预计世界经济2021年将增长6% 高于1月份5.5%的预测 这将是自1980年以来 该组织所记录的全球最高经济增速 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当中 美国的表现是最为亮眼的 美国经济2021年预计将增长6.4% 是自1984年以来最快的增速 当然了 全球经济的强势反弹 拜登总统的1.9万亿美元的纾困案功不可没 美国一撒钱 全球经济都跟着反弹 再加上现在有了疫苗 又有很多美国人假装疫情已经过去了 所以他们现在该炮吧炮吧 该坐飞机旅游就坐飞机旅游 所以美国的服务业也在逐渐回暖 中国的情况自然也不错 预计今年的经济增速将达到8.4% 欧元区19国整体增长4.4% 日本增长3.3% 所以现在貌似看上去情况一片祥和 情况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的经济都在强势反弹 即便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也出现了明显的反弹 但是吧 这事你还真没办法去深究 因为你只需要稍微动动脑子就会发现 整件事情真的没有IMF说的那么乐观 很简单的道理 既然通过美国政府的大洒币 能这么有效的拉动美国的经济 拉动全球的经济增长 那么这个币为什么不早洒勒 这个当年美国有一个叫做罗斯福的大爷 在他当美国总统的那段时间里 美国就遭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罗大爷虽然没有什么经济学的知识储备 但是罗大爷有足够的想象力以及超标的自信 经过罗大爷仔细的研究与分析之后 他认定美丽灯塔间遭遇到的这些困难 都是因为价格的下跌 这个价格您各位可以宽泛的理解为 市场当中一切商品的价格 这可以是一块面包的价格 或者是一项服务的价格 总之就是因为这个价格下跌了 所以导致工业失去了利润 老百姓和企业没有了足够的收入 所以负债的这个压力就加重了 既然大家都没有钱 那么自然市场当中也不会有什么投资的意愿 既然大家都没有钱也不敢花钱 那么自然就会导致企业开工不足 市场中没有足够的消费力 最后自然就是企业倒闭裁员 失业率也会居高不下 紧接着资产的价格势必也会下跌 华尔街的日子会变得越来越难过 因为市场中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已经停滞 银行也几乎无事可做 也不敢再随便的放贷 于是融资能力被大大的削弱 经济想要复苏 但是很难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 于是经济鬼才罗斯福罗大爷就认定 只要再把这个物价给他抬上去 那么经济不就顺理成章的恢复了吗 于是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结论 罗大爷就干出了许多 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很多朋友还在津津乐道的事情 比方说穷人吃不起肉 他却直接把那些卖不掉的牛就地全部杀掉 就地掩埋 也不会降价销售给穷人 穷人喝不起牛奶 他却直接把牛奶全部都倒进下水道等等等等 再后来美国就出了个奥巴马奥大爷 他在面对金融海啸的时候 跟罗大爷的思路不谋而合 面对2008年的刺激防贷危机所引发的流动性危机的时候 奥大爷想到的办法依旧是提高价格 因此俩大爷虽然所处的时空不同 但是都不约二同地选择了一毒攻毒 试图通过通货膨胀来打败通货膨胀 罗大爷当年玩的是价格在通胀 奥大爷是资产在通胀 然后时间就这样来到了川普川大爷的时代 不得不说放眼望去还是川大爷最狠 面对美国政府管控疫情不利 直接大撒币玩了一把价格与资产一起膨胀的戏码 那画面简直美得不要不要的 那么故事讲到这儿可能有朋友就要问了 这三个大爷玩的这一手它到底有没有用呢 首先是罗大爷 这个远看操作猛如狗的罗斯福星镇 其实并没有帮助美国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 在短暂的繁荣之后 美国于1937年再度陷入衰退 随后是通过一场世界大战 才真正的帮助美国解决了危机 奥大爷的情况基本上也一毛一样 执政之后的第四年同样面对了第二次衰退 两个人都无法解决居高不下的失业率 哎呀 这俩大爷的遭遇吧 不知道为什么就让我想到了辉瑞公司的拳头产品 那款蓝色的小药片 万艾可 江湖人称伟哥的那个东西 原本研究者是希望透过伟哥释放的生物活性物质 一氧化氮来舒张心血管平滑机 达到缓解心血管疾病的目的 但这药在临床实验中的表现并不是很给力 心脏病没有怎么缓解 反而是在其他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长处 于是辉瑞公司反手就把这款原本用于 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 变成了守护人类幸福生活以及男性尊严的 这么一款产品推向了市场 然后你看这个罗大爷还有奥大爷 面对的明明都是心脏病 不老老实实的买点 治疗心脏病的药 反而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万艾可 这个爽是爽了 但是你说这个疗效它能有保障吗 不过换个角度来想 这个药选的的确也没什么毛病 它治疗的的确就是美国的隐疾 它能够有效的缓解华尔街的贪欲 能够掩盖美国政府 面对华尔街 面对大资本集团的时候的那份力不从心 面对美元的债务危机 美国的总统们想到的最好的解决办法 居然是用财政赤字去解决问题 用更多的债务去解决一个由债务产生的问题 这真是逻辑鬼才 甭管是价格再膨胀也好 还是资产再膨胀也罢 说穿了无非就是通过货币贬值来缓解债务的压力 这个玩法当中最极端的例子 就是1923年的德国 它的超级通货膨胀 当时的德国也想来一片万艾可应应急 也搞了个通货再膨胀 当时这个通货膨胀长得可大了 最后疗效果然十分的显著 德国国内的债务酣畅淋漓的被一笔勾销了 但无奈 德国的这个体量 这个小体格和美国比还是小了点 虚不受补 扛不住要劲 于是德国马克彻底的崩溃 人民对政府的信赖 对货币的信心也一同崩溃 最后就连德国威马共和国也跟着一起崩溃了 哎 再通膨一时爽 但最后你还是逃不过全家火葬场的命运 今天的美国和威马共和国的差别 仅仅在于美国拥有美元这个全球储备货币 用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作为赌注 以迫使美元的国际债权人和国内纳税人 来分摊那些本该由华尔街所承受的损失以及惩罚 但就算是他美国 如果他把美元贬值的这个赖账战略玩得太过分 太过头了 那么结果也必然是全世界范围之内的恶性通膨 以及美元陈性的彻底破产 今天的拜登还有之前的川普 在我看来他们的许多救世政策 只不过就是当年罗斯福还有奥巴马玩剩下的那点东西 丝毫没有任何的新意 拜登说要搞民主版的一带一路 搞了半天我看他们推出的项目 无非都是修一修美国自己国内的公路还有机场 修修补补的一些工作 真的是有一种老子裤子都脱了 你居然就给我看这个东西的感觉 当年罗斯福新镇还有能力搞搞基建 结果混了这么多年 美国到今天居然连复刻一遍罗斯福新镇的能力都已经不具备了 MF的这份报告在我看来 它仅仅是向我们展示了一副短期的经济荣景 埋下的却是更加巨大的祸根 世界范围之内的不公平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会持续的加剧 美国社会进一步的贫富分化 社会会更加的动荡不安 甚至更坏的情况 战火会再一次大面积的在世界上的一些区域蔓延 到时候我们看到的景象就会是森林涂炭 哀红遍野 到时候我们可能又会看到一个流氓国家 喊着你们家有人权问题 他反正每一次遇到经济问题的时候 都会看某一些国家的人特别的有问题 那个国家里面的每一个人 所有人全都有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简称一下就是人权问题 然后他跑去你们家杀人放火一段时间 把那里的人抹去掉一部分 然后这个人权问题就得到了缓解 我们可能在未来几年当中 很有可能会看到这样的滥息 自从1971年美债帝国建立之后 美元背后的核心资产 已经从黄金变成了纯粹的美债 美元流动仅仅意味着美债的转移 美债事实上已经现在变成了 国际市场上主要商品与服务交易的最终支付手段 1990年美国经济衰退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 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 这一桩桩一件件 其实都是因为自1971年开始 我们这个世界走上了一条异化的经济增长道路 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依旧听的是云里雾里 不要紧 接下来的故事一定能够帮您各位了解 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的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一说到经济我们很难免就会想到一些关键词 像是储蓄 投资 消费 财富等等等等 我们先抛开那些纷繁复杂的现代经济学理论 也来一场反谱归真 让这些高大上的词回归到他最初的样子 比方说在原始社会 我是一个住在海边 靠打鱼为生的渔夫 这个原始社会不是那个看上一个妹子 这些打晕脱回山洞的那个时候 要稍微再静待一点 平时我划着我的独木舟 带着一张破旧的小鱼网 在近海区域之内捕捞一些小鱼小虾虎口 为了生存 我每天至少需要捞到三条鱼 我才能活命 早中晚各一条 捞不到我就得挨饿 我每天累死累活 消耗了很多的体力 但收获却一直不多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我们村的那个王二狗 它划着一艘稍微大一点的船 带了一张更大更好的网 去稍远一点的海域捕鱼 收获泼风 捞一次的鱼 就够它吃一个礼拜的 于是我也就想搞这么一套装备 虽然需要花一点时间 但这一切都非常的值得 首先我需要跋山涉水 找来足够坚硬的木材 来打造我的新船 然后我还需要找到更多的麻 做成麻绳 来编织更大的鱼网 我粗略算了一下 要完成所有的这些工作 我至少需要十天的时间 但是这十天的时间 我也不可能饿着肚子工作 于是我现在就需要 起早贪黑的捕鱼 我需要捞够三十条鱼 因为只要有了这三十条鱼 那么我这十天的口粮也就有了 这三十条鱼对我来说 就是我的储蓄 而我要造的船和新的鱼网 对我来说就是投资 投资是为了获得效率 更高的捕鱼成果 而投资的前提 是你得有足够的储蓄 果然最后这笔投资 没有让我失望 现在我可以去更远一点的海域 我的收获很快就超过了 同村的王二狗 现在不仅可以吃饱 还能有多余的鱼货 去换点衣服来穿 于是从这里开始 我就产生了消费 所以说消费的本质是一种交换 我们交换的就是剩鱼的储蓄 在之后的日子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我的装备 不断的升级改进 我现在的收获贬得越来越多 除了继续升级渔船渔网的投资 还有必要的消费之外 我每次还是会剩下很多的鱼货 而这些没有多余地方使用的鱼货 就是我的财富 于是到了这个时候 我就急需要一种手段 来储藏我的财富 等存够了好拿去娶老婆 但是鱼货这种东西 你是没有办法长时间保存的 那么我要怎么办呢 于是我就陷入到了苦思冥想当中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 我偶然发现市场上有很多人 都非常喜欢鲨鱼牙 所有人都愿意用自己的商品 去交换鲨鱼牙 鲨鱼牙既能长期的保存 又便于携带 还方便计算 于是久而久之 鲨鱼牙很快就变成了通货 这个通货最大的特点 就是在你想要出手的时候 随时都有人想要 所以它的流动性也是最好的 而且你要获得鲨鱼牙 同样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 甚至是你的生命 你想想看 你首先得补牢一条鲨鱼对吧 然后拔鱼 一条鲨鱼就那么一口鲨 你想多拔它还不长呢 所以鲨鱼牙作为一种 诚实的劳动成果 才具备了与其他劳动成果 交换的资格 鲨鱼牙这种通货的神奇之处 就在于 它将不同性质商品之间的复杂兑换 抽象成了简单的数字笔 比方说一艘大船 只入50颗鲨鱼 从而降低了交易的成本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本来一切都是岁月静好 但是有那么一天 村里有一个恶霸 它用另外一种鱼的牙 冒充鲨鱼牙 这种鱼抓起来没有什么难度 而且一抓就一堆 然后这个恶霸就用这种假的鲨鱼牙 开始兑换其他劳动者的 诚实劳动成果 那么这个恶霸的行为 就构成了欺诈 这种货币就成了欺诈的货币 如果是我这么干 被人抓出来了 被人发现了 用假的鲨鱼牙去换别人的东西 那估计啊 我就直接在当街 被人家打到身后不能自理 但问题是恶霸 它之所以是恶霸 就是因为大概率的你打不过它 所以大家敢怒不敢言 看破不说破 但心里还是非常的不甘心 那那那要怎么办呢 于是朴实的劳动人民 就开始做假货 你给我假钱 我卖你假酒 以欺诈应对欺诈 于是最后的结果 就成了商品品质恶化 交易秩序陷入混乱 货币作为财富储藏的功能 被大大的弱化 长期储蓄的意愿被瓦解 谁存钱呢就跟脑残一样 短期经济行为盛行 投机之风乍起 整个社会浮躁之气弥漫 货币本来是财富的契约 摧毁货币的价值 其实本身就是在摧毁 社会财富公平的契约 其最终结果 就是市场交易的成本上升 阻碍经济发展 窒息财富的创造 自从美元背后的资产 从黄金变成了白条 这个恶性循环就开始了 你玩了命的印美元 那么世界上其他的经济体 也会玩了命的 印他们本国自己的货币 地球这个大市场就开始了 你给我假钱 我卖你假酒的日子 你给美元疯狂的注水 那我只能玩了命的 给我本国货币也注水 否则吃亏的就是我自己 您各位想想看那个画面 其实挺恐怖的 那是要死人的 当债务变成了货币 这种话语冲击的白条 充斥在银行系统内 所谓的储蓄 不再是诚实劳动者 所得到的成果 而是现在并不存在 将来也未必会存在的 那条现在只存在于白条上的鱼 如果我下次再想花10天的时间去造船 结果我干到第8天的时候 我发现我手里 原本可以换30条鱼的鲨鱼鸭 现如今只能换8条鱼的时候 我该怎么办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谁还敢贸然顶着饿肚子的风险去投资 哪里还会有真正的储蓄 来进行诚实的交换消费呢 今天的美国自身储蓄严重不足 现在一方面要继续透支消费 另外一方面还要借钱来搞投资 说穿了今天的美国经济模式 不过就是将别人的储蓄借来 一边享受着高品质的生活 一边进行着钱生前的快速投资 美债作为美国从其他国家借钱的凭据 但是美国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好好的还钱 而是通过对货币的贬值来稀释别人的存款 从而达到侵占别人劳动成果的目的 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之后 美联储这个私人机构就开始疯狂的印刷美元 而美国政府则需要充当美联储的打手 确保在市场使用假鲨鱼 跟别人交换物品的时候 如果被别人发现 或者有人想要反抗 美国政府就可以高喊着你人权有问题跑去 把其他国家撵成喳喳 我有时候真的想不太明白 美联储的存在对于美国来说 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大家 那就是一个私人机构的决策 得到了世界第一强国政府的坚决贯彻 对于这个世界来说绝对是一件坏事 而且非常的荒唐 当美国这个恶霸从全世界吸血沉饮之后 对他的惩罚其实也在慢慢的显现 吸血沉饮的后果 就是他自己自身的造血机能被慢慢的弱化 从其他国家借来的钱并没有投入实体经济 以至于今天拜登想要搞基建 美国自己都没有能力去承担这些工程项目 借来的钱没有拿去搞实业 没有强化工业产品的竞争力 改善贸易逆差 而是通通拿去华尔街玩钱身钱的游戏 曾经的民主兵工厂 到今天居然连护卫舰以及驱逐舰 这里主力舰艇的设计能力都已经无法满足美军的需求 美军新一代的驱逐舰 其中一部分的设计来自于一家法国公司 而新一代护卫舰的全部设计 居然来自于一家意大利的公司 当美债帝国吸血沉信之后 华尔街在获取暴力的同时 留下的却是竞争力衰落的工业经济 收入萎缩的中产阶级 大幅度增加的贫困人口 负债过度的个人 政府 乃至整个社会 一切靠负债消费所得到的繁荣 都只是幻觉 当债务无法持续的时候 这种繁荣也就会烟消云散 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说 你说的这么夸张 但人家美国不是好好活到今天了吗 不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这个你能有这样的想法 只是因为你没有留意 或者说你根本不明白 这个世界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其实美元的危机离我们并不遥远 2008年的时候美元就差点真的崩了 就连美联储都差点破产 就像我之前说的 美联储它是一个私人机构 它不是联邦政府机构 所以它是可以破产的 美国其实早在1979年石油危机的时候 就制定了一套应对美元崩盘的方案 就是通过MF搞出以SDR 也就是特别提款权置换美元的计划 这套计划的核心 就是用SDR全面替代美元 然后再将收拢回来的美元 投资美国的国债 您各位可以将SDR理解成一种货币的单位 或者叫做纸面黄金 当SDR全面替代美元之后 SDR就会成为一种用于国际交易的货币 但是SDR背后藏着的依旧是美国的国债 依旧是换汤不换药 SDR曾经的会员国分别是美国 欧盟英国以及日本 都是美国的一些小跟班 但是到了2016年中国居然也被邀请加入 这一方面是说中国的实力的确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 离开了中国 离开了今天的中国 美债这笔烂账 现在靠美国自己还有他的这些小兄弟 已经无力支撑 比方说最极端的情况 如果哪天美元真的崩了 美国就会试图说服这些SDR成员国 共同废掉原来的美元 推出一个我们姑且叫做SDR元的东西 重新主导全世界的贸易 这个计划从1979年到今天为止 一直都是美国政府的备选方案之一 所以那些觉得美元依旧很坚挺的朋友 你们对美国的这份自信 美国人自己早在1979年的时候就已经放弃了 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国内抗议亚裔被歧视 被袭击的游行示威活动此起彼伏 我为什么没有做相关题材的视频 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没什么好讲的 您各位去看看那些袭击亚裔 歧视亚裔的那些暴徒 是不是基本上都是一些社会中的垃圾人 一些要工作没工作 要家庭没家庭的那般东西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他们也是这个社会当中的受害者 牺牲品 所以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 这个社会当中存在的戾气太重 亚裔又很不幸的 被卷入到了舆论漩涡当中 这种社会结构的问题 哪里是游行喊口号就能解决的 美元背后的资产 以债务白条取代诚实的黄金 这从根本上就扰乱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瓦解了社会的公平 加速了贫富分化 腐蚀了道德的基础 今天的美国之所以走到这一步 只不过就是病情一步一步发展到了今天而已 一场疫情 美国最负的那1%的人 那票人的钱现在已经多到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一方面是50多万条人命就这么没了 另外一方面是越涨越高的美国股市 公里何在啊 这样的社会它怎么可能不乱 今天美国的经济反弹越强势 美国对于全世界的欺诈 就不可避免的越深重 世界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就会越大 那些贫困国家的老百姓 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 他们一边被美国人占着便宜 一边被美国人抢着结还得要听美国人讲什么是民主自由 那画面是不是想想就觉得特别的恶心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各位觉得我的内容做的还凑合的话呢 麻烦您各位一定要帮我点个赞留个言 有很多朋友一直关心我的脚恢复的怎么样了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 在这里统一回复一下 我的脚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真的是非常感谢各位 好了咱们下期再见 by bwd6